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根本 你怎么不开灯了 今儿呢 老姐妹跟我说了 厂子那个生活区 恢复宫殿 我在这等着 怎么还不来电呢 这承睿啊 答应那些老工人 如果一个月之内不来电 他就辞职 现在还是最后的两天了 承睿真这么说的 他在拿会上说的 梁大 这个事 你可得帮助承睿 我这心里也着急啊 可我们厂欠电费就四千多万 供电局那儿的我又说不上话 这怎么办 喂 陈主任 是谁通知今天晚上七点钟恢复供电的 是王书记让我通知的 你办事也太草率了吧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时间和我说 这不倒出笑话来了吗 小队长 是我太草率了 是我不对 这件事造成多大的被动你知道吗 不是王书主任 是想要通知班乡医院 以后再想法通知 领导出现失误 你呢 要及时提醒 想办法补救 是啊 现在好多人都来电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人家说了 这样吧 如果再有人问 你就说是你通知错了 这个时候 要敢于承担责任 你懂不懂 我懂 我懂 好 就这样 妈 今天晚上不会来电了 您休一去吧 我去看看承睿 是军亮吧 是军亮吧 我就知道 你小子呀 就在这儿呢 没有 柳子人啊 我发愁了 你发愁也没有用 是 那厂子里呀 听见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早就习惯了 他明明答应我 我这不相信 二三哥我给你来店 谢谢你 别着急了 找地方喝两口的呀 只能这样 小华 厂厂回来了吗 回来了 厂厂喝醉了 回屋睡了 喝醉了 喝喝酒 找到这个好 看个篦 音符 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必须要跟我说 好吧你去做呀 老师弟 干什么 你告诉我昨晚七点来的 全场几万职工 在等着来的七点钟 可是店没来 店在哪儿 听我给你讲 事不可杀不可辱 我可以给你下跪 你总不能让全场几万年给你下跪吧 你冷静点行不行啊 你能听我说几句好不好 你害我在职工面前丢进了脸 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 凭良心好不好 我怎么害你了我 这还不叫害我吗 我怎么害你了 好了好了 不用讲了过去 好不好 这么着 昨天咱们没有喝酒 好吧 我说的都屁话 干什么 干什么 你要耍赖啊 你这个混蛋 我混蛋 我怎么就混蛋 出去 出去 不这样 送开 我告诉你 你给供电是那么容易 那么容易的事吗 你们厂子半年没通电了 那不得检修设备和线呢 我告诉你 昨天我的人去检查线呢 就是因为你们厂的人撕拉线啊 把我的人给垫着了 现在还躺医院呢你知道吗 混蛋 我看你才是混蛋呢 真是个等级事物 受通报 受处分 受批评 我都无所谓 告诉你 你说你关心你的职工 我不关心我的职工啊 干什么 你去哪儿 我 我能去哪儿 我去医院呗我 你松开啊 我跟你去 你干嘛去啊 你干嘛去啊 你赔罪去啊 你赔什么罪啊 你现在去了 我的人不得给你吃了 不吃就扒你层皮啊 妈 我该了 老哥 我求求你别闹了 行吗 我知道昨天晚上你肯定丢了大面子 怎么着 我跟你保证 今天晚上我肯定给你勾的 七点 我也用人格保证 行不行 行 就算我欠你一次 你看 走 医院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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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成睿 你怎么才回来 我还以为 你那爆局长 打起来了 没有 消费区变氧气上 那个重要部件 让人偷走大 啊 供电局的电工在上面维修 有人撕拉断结电线 电工触电 从电线杆上摔下来了 我刚从医院回来 那电工现在怎么样了 脱离危险了 咱们得查一查 谁撕拉乱节电线 谁偷了变压器上的重要部件 好 那报局长说了 什么时候恢复咱们供电吗 报局长真够意思 答应今天晚上七点钟 恢复供电 太好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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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睿 你怎么没走啊 不是今天晚上有人请你喝酒吗 情况有变 变了 是 你咬着电门了 是 我记得 我灯关了 来电了 来电了 你看 家乡都亮了 都亮了 黄眼睛 哎呦喂 看了他 这太不容易了 看一看 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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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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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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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要告别 点蜡烛学习的日子了 我们许个月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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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lockק 好 是 来 咱俩 作为常领导应该做好吧 那咱俩 这事让我一样漂亮 以后 环丽得跟上 要不然 大灯磕 大电炉又烧上了 电费又吃不进了 以后每家每户配个电票 你用多少就多少钱 这样的话就使他们良心去购买 哎 我的天啊 对啊我们家也来的 对啊 看下电视去 快 看下 爹 来电了你怎么不开灯呢 你不高兴吗 爸 就是为了咱们这个店 我们厂长得对人下跪了 你说的是真的 透霉事件的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这四个透霉的人每个人罚了三百块钱 这个保安余德胜开出公职 你敢回家吃饭的警察还警告处分 还警告处分 开一下 进入文明社会了啊 好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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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身论事你看 这四吨梅总共才一千多块钱 你说怎么处理的 就没有深究一下原因 董大鹏做了个自我检讨 这个 当班的也做了个检查 那那天拉警报的人呢 查无结果呀 明明是通风报信 知道这个拉警报的人通风报信 可是查来查去你就是查不着 你说你怎么办 所以啊 并不是我是厂长你是书记 就可以耗领一切的 你看明白没有 厂里的许多事情 并不在你我的掌控之中 干部和职工对咱不信任 咱们的工作还很背读 上次开会 我让魏昌平把发电机要回来 赵军亮还给他打掩护 我就亲自跑到煤矿 他们说已经把发电机卖来去抵债了 把发电机卖了 没空的老板你猜是谁 谁 王老六 王老六跟赵军亮是朋友 你没想到吧 那这件事情 暂时不宜深究 怎么不能深究啊 这件事情我一定要一查到底 不杀住这股歪风 188场好不了 那我们心里把班子的形象怎么树立呢 你怎么不吱声啊 你我刚来不久 对188场的情况知之甚少 情况不明 出手要慎重 就是杀鸡给猴看 魏昌平这只鞋也得杀呀 事情可能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不能着急 当前稳定是大局 不稳定如局面 那恢复生产改善生活 企业改革就无从盘起 你有商人一时 班子的团结千万别出问题 一旦形成对立内耗 那以后好的问题 都不能解决了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那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 你不去处理 那那别人怎么看过 我不是说不处理 而是要把握时机 先分清轻重缓急 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吃饭 先解决吃饭问题 别的问题都可以放你走 要我看呀 你压着这件事 就是为了护着你的兄弟 你就这么看我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这样 明天我找找赵经亮 看看他的态度在什么 好 我等着 你们简直无法无天 谁让你把厂里的发展机 给卖了的 老六要卖 我有什么法子呢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赵厂长 这王书记要撤我的职 你得替我说说话呀 活该 赵厂长 你得救救我 这几年我们常卖设备也不是第一次了 你呢要一口咬定 卖发电机的钱是集体使用 不是个人行为 该承担的你要承担 剩下的呢我来办 你去告诉王老六 让他赶快把卖发电机的钱给交回来 赵厂长 你这话 你得跟老六说 你说是我说的 赵厂长 咱卖设备也不是卖一年两年了 他王书记 干嘛跟我过不去呀 赵厂长 你得替我说话呀 你以为他是冲你吗 他是冲我来的 赵厂长 赵厂长 你跟程厂长不是兄弟吗 要不你去说说 我想他挺给你面子的 兄弟是兄弟工作是工作 他刚来还需要一段时间磨合 有些话我不好跟他说 那我就把事情搅大 卖东西的事多了 他凭什么拿我开刀啊 前些日子啊 二零四车间 还卖了一吨多的废铜呢 是郎厂他们把钱都私分了 你说的这话可靠吗 绝对可靠 郎厂跟程厂长不也是兄弟吗 赵厂长 你说我要不要把这事捅出去 我看他怎么处理 看着办 最后再问你 多数落 不凉 把这房子拿来 给你十天价 去好好照顾你父亲啊 这是哪儿来的钱啊 你拿着 拿着 这是不是卖废桶的钱 这可是伪迹 要是让常理知道 我叫你拿着你就拿着 你说那么多话干什么 这能行吗 这这请我不要 有什么事我担着 我跟你讲 小赵 你的班我让小区顶着 你回去告诉你父亲 我会抽时间去看他老人家的 那我谢谢主任了 赶紧回 赶紧回 那我走了 走走走 你们还经常打篮球吗 好久都不活动了 我看你还行啊 我到哪儿都组织篮球队 好好好 你们共产的篮球队好人 我说了 有个事我一直想问你啊 这王大义是冰总派过来的 还是 是我提议 冰总把他从西北调过来的 我觉得他原来是战友人 然后 打仗的时候 一起出生入死 之后 一起合作 我当连长 他当指导员 我当营部长 他当教导员 你们合作得不错 这个人非常好 他呀 还是那套部队作风 这在地方上根本就吃不开啊 好 好 是 还有点 那个 部队的 工作方法 以后你们如果有什么矛盾跟我谈 好 我跟他说 好 这次 公司发下来了 那下个月呢 我都还没超过呢 你得帮忙想想办法 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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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也看见了吗 他天天有追债的 现在想借点款啊 比登天弄难 我知道你有办法 世界行的行长啊 跟我关系倒不错 好 这样 我明天呢去找找他 看他 看他 看他能不能带点出来 好 想想办法 渡过眼前这道难关 现在只能是死码当活码一了 你认为我们这厂子没救了吗 没救了 那我告诉你 没救也得救 就像咱爹妈得了重病 救不了那是咱没本事 可是不救 那就是咱没良心 魏长平把厂里的发电机卖了 让王书记给查出来了 查出来又能怎么样啊 魏长平是赵军亮的一条狗 有赵军亮护着 能把他怎么样啊 如今承睿和赵军亮 又是这么一层关系 你就瞧好吧 那煤矿 那是谁开的 那是王老六开的呀 那最后王书记 还不得看承睿的面子 他能把赵军亮怎么样啊 要我看啊 搞不好 这个承睿啊 也得靠卖设备过日子 我就是要好好看看 他怎么处理这些个事 下一步他怎么走 小梅 这两项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厂里叫统计的 新增加了配品和材料 两个统计项目 行 照厂里面的要求 给他报上去吧 好的 师兄 狼孙 林大总管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 光临本车间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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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算账来了 算账 太好了太好了 我们车间好多账 实际好好算算了 你看咱们那个车间补助费是吧 还有生产节约奖 到现在都没给我们兑现的 问你件事 你是不是把车间的废同学 私自给卖 你怎么知道的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有没有这件事吧 有 还有林大总管 你真的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明察秋天的 开什么玩笑啊 你知不知道 这是违反了长期常规啊 知道 知道就还明知故犯 你们财务上到现在 欠着劳动补助费不给 生产节约奖也不兑现 我怎么跟厂里面工人交代 这是两码子事 什么两码子事 有的车间卖设备 卖器材 我这点事算什么 小小小小的招 你前的事我管不了 前天厂已经开过大会了 从现在开始 有任何个人 要私自卖厂里的物资的话 见到一处 查办一处 而且是严查 太好了 我狼三坚决地支持你 是 那魏昌平 倒霉发电机组的事 查里面查了吗 有什么处理意见吗 你别求着我 这么点事不放 是不是 那件事情我管不了 我们现在说你这件事 行 你说吧 卖了费同许 那钱呢 钱 那钱 我到节奖 给大家伙都发了 现在的钱呢 我们大家一块买酒喝了 老三 你这是严重违禁 你知不知道 我这哪是什么违规啊 我这是上行下效 那赵俊亮那么大的事 承睿都给他兜着 我跟承睿也是哥们 别那么认真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你会接受什么样的处罚 什么处罚 他轻则罚款 重则就不好说了 行 你们看着办法啊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我郎三等着 郎三 我实在等不了啊 这就是我起草的 处理魏长平和赵俊亮的决定 给予魏长平 结果处分 撤销科长的职务 赵俊亮负有领导责任 要通报批评 我不同意 为什么 我跟班子成员承诺过 对以前的事情既往不咎 发电机的事情 是我上任之前发生的 你知道 那个时候很混乱很复杂 我不同意你的过去事情 一往不咎的做法 你是对那些人的腐败行为 打掩护找借口 我们没有时间纠缠过去的是非了 等你把以前的事情弄清楚 工人们早就恶得造反了 我告诉你 你现在处理他们 只会激化矛盾 形成内耗 把我们的工作扯入泥潭 这个道理 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有人跟我说过 说赵军亮他们在上班的时间 打牌赌博 被你抓住了 你又给他们放了 开始我不相信 现在我是相信了 承睿啊 你真让我失望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黏黏乎乎的 瞻前顾后 过去在战场上 你手软过吗 你犹豫过吗 你那种英雄膝盖都哪儿去了 说到底 你还是私心在作怪 废话 他们是敌人吗 他们不是敌人 也不是朋友 更不是战友 你这么护着他们 我就是因为 你那兄弟赵军亮吗 你又来了 刚来的时候你说 让我提醒你 防止你犯错误 是不是 这件事情你不管 那好 我是书记 我来管 我现在就把它打印出来 那也得党委会通过 我是不会同意的 你再看看班子成员 有几个会同意你 你 我现在就给冰冻打报告 我不敢了 干什么 王主席 我正要找你呢 你站在这儿别找我 去找程厂长 进来 程厂长 程厂长 刚才程厂长和王书记 在办公室里吵起来了 为什么 好像是王书记要 处理魏科长 程厂长不同意 还谈起名了 还要谈起名的 批判 你还能够起名上 还要谈起名 他呢 Uni 我先走 你等着 赵赵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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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前前后后你最清楚了 今天怎么说你还我一点钱 行吧 我没 没况正等着这几天发公司 我呢 你哪怕还我一部分 你总不见得让我空着手回去吧 我是真没钱 你说有钱我能不还给你吗 你不是答应我这个月还我一百万吗 这笔钱 这笔钱已经拖了一年多了 是是是 现在呢不是我主事工作了 你看啊 这新厂长新书记来了 这情况不是发生变化了吗 变变 签我的钱总不能变吗 我是答应过你 可现在真的是没钱啊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我 我把这个情况呢 向程厂长汇报一下 到时候给你个答复 程厂长让我来找你 你现在又要跟他商量 向他汇报 这不是把我当踢球踢来踢去吗 行行行行 我去找程厂长去我再去 我再去 是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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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这个赖皮啊 老赵 我给他去点吃啊 打碎吧 好 我来来来 生我气了 你就不该把我叫到这儿来 后悔了 那么多年你这大泡脾气 一点没改啊 本性难移 你心里急 我心里比你还急 我们到这儿都一个多月了吧 问题倒是发现了一大堆 但是188厂的出路在哪儿 起死回生的办法又在哪儿 188厂的问题 远比你我了解的 更困难 更复杂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头脑不能发热 一定要沉住的气 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 有些事情得放一放 以后再处理 你敢说 在这件事情上 你没有私情吗 我承认有私情 但是没有严重到因私费工的地步 还算说了句实话 我跟赵俊亮谈了 他承认 在卖发电机的问题上负有责任 现在关键是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处理 那常理之工怎么看我们 那我们厂里还有没有正义感 你说的这些我懂 可是 你这就叫因私费工 你就知道认死了 今天我不想跟你吵架 长 跟着反应件事 有人举报 二零四车间 私自卖了一吨多的废同穴 我刚已经去查了 郎主任说 魏科长私自卖的设备 厂里都不管 他卖点废同穴算什么 郎三真是这么说的 他真的是这么说的 他还说我卖的钱都已经分了 买酒喝了 反了特了 我现在就过去了 这就是不处理魏长平的结果 看到了吧 对了 是谁举过郎三卖废同穴 一封匿明星 没人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准备在哪儿 准备在哪儿 你冷静点啊 老三 我问你 你是不是私自卖了一顿多同学 把钱分了 是 卖了 钱分了 你还说 把钱私分了买酒喝 能怎么样 是我说的 我还说了 厂里有人卖原材料 卖设备 我卖着废同学 又怎么了 你身为车间主任 带头为归为继 无法无天 那卫城密码发电机组都卖了 您不处理 我这个卖着废同砖 算个屁事儿 抗你个郎三 你这是赵谁的事 你以为我不敢处理你是不是 你说赵谁的事 别人都能赵你的事 我为什么不能啊 谁叫我哥你是厂长呢 我怕谁 我撤了你 你撤 反正我也不想干了 只能我写自助报告 郎三 郎三 有什么话好好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我还跟你讲 那上个月 我刚刚卖了两个砍手的废冈 你放一块处理吧 那好 那就处分你 不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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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请大家进来 慢慢说 郎大长 王书记 废冈是我卖的 你们可不能处分我们的处任 不管是谁卖的 就从他这个态度 就得处分他 你卖的连你一起处分 那废冈是我让他卖的 跟他没关系 拿去处分你 我不服 丑睿 有本事你一碗水端平了 好了好了 别吵了 别吵了 这样 你们谁把事情的经过 仔细说一下 我来说 厂长书记 你们不能处理我们主任 事情是这样 我爸兵冲住院 交不起住院费 我找大伙借钱 厂子都这样了 谁家还有钱呢 我是实在没有办法 就找了我们主任 主任说他来想办法 上个星期啊 他给了我六千块钱 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偷着把厂里规定 统一回收卖的废铜 卖给了废品收购站 一共卖了五千块钱 他 他自己又添了一千块钱 一起塞给了我 职工有困难 为什么不找厂工会 不找厂领导 我找过厂工会 工会说 困难之功 旧基金早就用完了 我到会计室去借钱 林总会计师说 厂长书记这个月的工资 都没有领 厂长还交代 从现在起 要节约用这每一分钱 各车间 各部门 都要自己想办法 克服困难 不要有困难 就去找领导 我诗说过这种话 你知道他父亲谁 老赵师父 是我们厂的老老母 前两天半夜 去煤厂蹲点抓小偷 受了风寒 并倒了没前置 厂领导老说 厂里如何是过困难 我们车间困难不困难 咱们车间里面的工人 困难不困难 厂长 都怪我 没调查清楚 别处理囊主任了 这样 郎三同志 你暂时负责车间的工作 等候组织处理 我跟厂长长 上医院看一下老赵师父 你暂时负责车间的 还要上了 上三三的当了 还有一时给你叫完 看到了 没有处理未尝评 就是这个结果 看到了 就咱们场 那时候 那叫一个火 大伙心气高啊 任务也足 大伙毛着劲地干 越越多 超额完成任务 大伙心气高啊 那叫什么 那叫芝麻开花 结结糕 你说说这个辅助设施 托儿所 幼儿园 食堂 医院 那叫一个齐 老百姓他福气 所以他干活劲儿就足 就说咱们厂了 一万多名职工 那就跟有一万多人 一个大家庭一样啊 二位厂长来了 好好好 刘师傅 刘师傅 让老伴给你专门包了点 回乡馅的饺子 把你们都给惊动了 来来来 你们谈 刘师傅 您请坐 赵师傅 那我们走了 领导 慢走啊 谢谢 好好谢谢啊 谢谢 谢谢领导啊 谢谢领导啊 走了 慢走 慢走 慢走啊 老赵头啊 我看你挺兴奋呢 你这下有病的嘛 就领导这点小恩小惠 你就 当头的都会弄这个 我问你 魏昌平把发电机组给卖了 他们处理了吗 咱们冯师傅带着他去抓赌 抓的是赵军亮 他的哥们弟兄他处理了没有 这才是真格的呀 哎呀 老赵啊 我提醒你 你可千万不能被招安了啊